那外交營運用金呢 涉及到精密外交的問題 那法院合約庭這邊是開秘密庭 當然我們還是以無罪辯護 那質疑說我們如何辯護 因為涉及到精密外交 那我們就無法向各位做報告 沈醫師 那時候我們在討論這個案子 不是說錢雖然少 可是都很明確對不對 結果今天律師跟阿扁多說 他們沒罪 律師講機密外交 我覺得我們嚴格釐清一下 這應該不是屬於那些 專案性的機密外交 這個是外交零用金事件 這零用金事件嘛 那接近30筆 1筆3萬塊加起來1000萬嘛 這很簡單的事情 阿扁每次都是歪3萬塊 歪了以後他就回去交給夫人 夫人交給陳振惠 陳振惠會給兒子嘛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清楚 而且他都簽了說去 外交部也作證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要辯護 是比較技術上比較困難 所以今天律師也是很簡單的 就是說我們做無罪論述 他沒有進一步去深論 為什麼 因為這個沒什麼深論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阿扁逃不掉 今天阿扁還在喊冤啊 事實上這個整個 歧視書裡面看到有什麼 包括馬俑成等清新都講說 阿扁每次領到零用金 都先扣3萬的美金下來對不對 連前外交部長田中帽都講喔 他還特別跟阿扁說 說零用金要專款專用 你用不完要繳回來 他不只沒有繳回來 放啊放啊放到他兒子的口袋裡去了 沒有錯 所以律師願領了律師費嘛 所以他當然要繼續做這個無罪的辯護 那但這個其實非常清楚喔 其實人證物證都很清楚的事情 而且這個金額真的非常小 所以剛才那個律師講話真的是不通的 說因為這個涉及到機密外交 那剛才沈老大講的完全正確啦 就是你這根本都是 只是你這外交上的零用金 不過剛才因為齊凱當然也提到 就是說今天呢那個這個扁辦 也發了一個新聞稿 我對其中的一個論述非常有興趣 他說秘密外交案日前特徵組 以增結起訴 與陳前總統的部分 只有這個出訪的零用金33萬美金 那我一在想說 我們可不可以接受 我們一在說 包含這個 這扁真他們的海外秘障 那我們牽涉到二次金改的部分 秘密外交的部分 我們一直在等啊 我們一直在等 還有什麼樣的後續 後面的東西來給我們 最後呢秘密外交部分 說全部都已經增結起訴 那有關於秘密外交 只有33萬美金的部分 1000萬台幣 就打發我們了嗎 這代表特徵組已經把秘密外交 當然今天這個是扁辦辦公室的 他的一個聲明 所以我想請問特徵組 那也許一鴻大哥 也可以讓我們了解一下 是不是就代表說 到這邊畫一個據點 而且扁辦今天很兇喔 還跟他講說 你看在這過程裡面 我們有多少 重大機密外交 不斷的外洩啊 傷害我們國家 然後他直接說 你特徵組是包病特定人士 陳初明你給我說清楚 特徵組給我說清楚 33萬美金增結 然後還可以這樣指責特徵組 這麼樣的強橫 到底這個案子到底怎麼回事 要有個交代吧 因為秘密外交他本來就很難查 他查出來現在這些三十幾萬 都是國內的人講 從多少錢 A出來 到底錢這邊出去 交給誰什麼流向 國外的流向目前為止 老實講都沒有查到 沒有查到 並表示他不查 美日韓都不查 美日韓為什麼只有美日韓 那麼多國為什麼 不只有還有其他的 不是嘛 我的意思是說 查不到並不想表示都不查嘛 他這是怎麼不查呢 他癥結的是這部分 明確的 那你要拖多久 明確的先給你起訴啊 是不是這樣子 剩下的 海外的 有些要等司法互助的 有些通過什麼管道查的 你怎麼 陳初明你怎麼講說 我這三十幾萬之外 通通都查過跟你都沒關係 陳初明這個講 炎之過早 來 這個 憶紅講的我基本上是 同意大部分 就是說 我們要查 那個秘密外交的經費 真的是 登天還難 難是一方面 海外的證據不好查 第二個 第二個方面是 從我們國家立場上面 可能也不方便查下去 就是說陳水扁 目前我們整理出來 有好多錢 秘密外交經費 他的這個支付的方式 是無頭公安 不像以前 每一筆付給誰 都有一些 留下一些證據跟文件 簽單 對大部分都沒有 對 而且交付的對 也沒有證人在現場 所以他也真的有交付出去 所以這一點是最大最大的困難 他有沒有像 外交靈魂金一樣 中間先A一點下來 也沒有人知道 這是最大的難題 那你現在去問對方說 譬如說義鴻 他是泰國首相 他說請問台灣付給你 這個100萬美金 你收到沒有 他怎麼會講 像日本喬本龍太郎說 有收到台灣的現金 也是因為很曲折的方式 被抖出來的 那你要我們台灣 就把我們在國外 送過錢的資料 從國民黨到民進 都抖出來 你不讓台灣死了半條命嗎 以後誰跟你趕在台灣做朋友 所以我不得不說 這個時候寧可怎麼樣 讓陳水扁在這裡面逃脫 我們也不能夠把台灣的 這個本錢拿來賭 關鍵就在這裡 即使說陳水扁把錢污了 沒有把他送到對手 可是我們知道 這是送錢的對象 我們不能把名單公開來啊 現在最重要的是 因為扁辦今天發表聲明 他說那個1000萬 就進了陳志忠口袋那個 他說這個我沒有罪 另外他講了一點啊 秘密外交案目前 特征組已經徵結起訴了 其他的都跟陳水扁是沒有關係的 那除了機密之外 有些是可以公開的 問一下胡大哥 胡大哥就三度跟特征組喊話 北韓的錢不就是1000萬美金嗎 那個什麼機密 扁辦的問題 我們就要給吳益生去處理就可以了 因為他要處理這個 卸任員所的理議條例 我第一次是在 今年二月在奇改兄弟所主持的友台節目 我說北韓一直抱怨 為什麼台灣政府給他們的500萬美金 一直沒有收到 當然是有人叫我講的 結果我可能講太多次了 結果外交部 我們的台灣外交部出來證實 的確有一筆錢 不是500萬 是1000萬美金會給北韓 結果北韓說我沒有收到 結果外交部 後來我有跟外交部長 郭宏林見面 他證實有這回事 有1000萬美金會出 後來林毅芳委員 因為他是外交委員會的招委 他說他要去調卷宗 他說不只北韓這個 他跟我講不只 還有總共有八件外交機密案都經手了 但是我認為不能查下去原因在哪裡 第一點 你投鼠忌器 事情大條 比如說日本首相 喬本龍太郎死了 戲也戲抖一抖 這算了 但是很多人湊來帶 你講出來怎麼辦 我相信這其實 北韓反正金正日已經 無所謂了 他反正就沒有外交關係 但是其他七個都邦交國的話怎麼辦 其實這投鼠忌器 可以理解 現在我是這樣子 既然外交部都承認 有北韓1000萬美金 而且我也講過了 牽涉到一位 林姓的立委嘛 民進黨籍的 後來我這個事講以後 調查局來跟我講 他們說他們也是查這個案 他說經所者還包括一位 林姓的國安會的諮詢委員 秉持戴當國安會諮詢委員沒有幾個啊 還姓林 還選過縣市首長 就不要講誰了 現在住在中部 好 先是要那麼複雜你看看 也有林姓的國安會諮詢委員 也有這個林姓立委 剛好都是住在中部 但是我認為調查局已經查到這種地步 為什麼不敢查下去 我不知道原因 如果特徵組要約詢我的話 請記得我跟鄭元兄 因為搭便車去 因為他們停車比較麻煩 你們兩個一起去 我是認為特徵組不會找我 為什麼找 翻新地點 翻新地點 我跟你講 我認為他不會找為什麼 我認為特徵組掌握的資料 已經超過我所知 所以他更不會 他不會約詢我 現在是要不要起訴 是不是跟外交機密一起起訴 我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 因為從調查局後來得到消息說 連林姓的國安會諮詢委員都介入的話 表示 因為這個是我本來不知道 表示 特徵組針對北韓的所謂 五百萬美金或一千萬美金 已經查到相當程度 會不會作為起訴陳水扁 我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如果要起訴 趕快起訴 換句話說 這件事情已經完全打翻了 否認了扁辦的聲明 如果蔡偉銀跟胡大哥兩個一起去 一個是一千萬美金 三億對不對 一個是四億 我們搞不好會追七億回來 那我必須這樣講 安雅 伊核 拉美 這三個案子 相關單位 包含檢調系統都已經查得差不多了 那查得差不多的整個的過程 它國內其實都已經查完了 現在比較棘手的是拉美專案 那至於安雅跟伊核 至少邱毅仁那一部分 如果他的資料拿不出來的話 那邱毅仁絕對跑不掉 至少邱毅仁跑不掉 我順便幫中信補充一下 那位林信的諮詢委員是負責 在阿扁時代 他是負責整個的東北亞 東北亞事務 他負責了日本跟韓國 就是北韓 就是日本跟那個北韓 所以 人員既然這麼明確 這些錢我們雖然追不回來 但是你總要把事情給釐清清楚吧 對不對 不能夠對陳水扁輕輕放下 那至少 今天陳水扁做的 全部都是傷害國家外交的事情嘛 難道 蔡委員 我們老百姓不能夠知道說 你陳水扁到底 做了什麼缺德事嗎 我們應該也要了解吧 至少到了八紐案 到了今天 請問 辦成什麼樣子 我們大家 通通了解到 所以 我認為機密外交一定要辦下去 然後辦到 就是說 你至少你把來龍去脈 你搞清楚嘛 不能在那邊瞎繳禍 所以西平今天不是只有在談什麼 機密外交 他真正如果搞清楚 也不能讓你搞清楚 對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至少特徵組你要給老百姓一個交代 現在就是胡大哥講的那個北韓 北韓那個錢嘛對不對 北韓的錢很清楚嘛 那剛剛蔡委員又講的四億啊 至少這些錢在外面已經很清楚了 約談完以後好好去追啊 其實審計部對這個您提出很大的疑問 對 所以審計部都要查賬了 為什麼 以前外交部齁 你給友邦 機密外交給友邦錢啊 要Double Check的 對沒錯 一定要Double Check的 就兩個人以上 兩個人以上 這個人負責送錢 另外一個要Double Check的 然後 他的過程是很嚴謹的 還有收據 還有回來 後來到了阿扁時候 全部都是下個條子 就是前進總統府 總統府來 就是機密專案 就把他弄了 又沒有條子 又沒有回條 又沒有Double Check 所以審計部覺得 就覺得很奇怪了 所以審計部覺得 這些東西怎麼都沒下文 所以審計部現在 機密外交一大堆 爛賬在那邊 審計部都不知道該怎麼查起來 所以這個賬好 確實很難查 剛才易鴻您講 但這個爛賬 我們要把它查清楚嘛 這邊不但這什麼 審計部也在查嘛 蔡委 跟其他企業界送錢等等 比起來 對機密外交 我是覺得 還是要以國家利益為重 謝謝 因為錢進入總統府 有送沒送 麻煩就在這裡 就是說我們 因為到這審判 起訴 法庭上面 變成全世界公開的秘密 秘密庭 其實秘密庭的話 那些卷宗 能夠密到什麼程度 也沒有人敢講 一週刊 派兩個人轉在裡面 查一查都出來了 所以會使得 我們國家 受到的利益損害 比陳水扁的案子 造成還要來得大 這是我擔心的 那打個比方 比如說 今天 某一個聯合國的 某一國的大使 那我們去送一筆錢 請大使幫我們講兩句話 我平常講 我都知道 這是有行情的 請他們幫我們講多久的話 我們都可以 且又新時代已經開始做了 甚至有的那個大使 這個 送的錢 他覺得送的太少了 他本來一定給我們發言十分鐘 他講兩分鐘 結束就拜拜了 這種事情都曾經發生過 所以在這種情形底下 我們如果把它攤開來說 誒 他送錢給那個人 100萬 搞不好 30萬 這個我們真的牙根咬的 什麼話也不能講 所以 這是基於重大的國家利益 我是覺得這個 跟平常的狀況不太一樣 好 吳敦利 吳院長今天提告了 那我們等一下要討論 兩個很重要的點 他提到啊 真的是李文中出了問題 他說道歉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嗎 這是一個 第二個 這個對藍頭險情 有什麼樣的影響 今天萬萬中市民調 做了一個民調 對藍頭的 李文中的民調 到底往上還往下 我們來討論一下 我們要回來